再來關心我們就是這個中原議 這個P3實驗是離職人員 較早的事項 今天這個上官的基因 這個研究中心是頂班一天 中原議員以來的公局 上次有哪點停下來 台北市的衛生局 有哪派出兩台菜檢車 提供這個中原議員工 跟一些有要求的在地裡面 都會去菜檢 中原議員基因 提研究中心的大門搜尋到 這邊現在他就差不多 完工他離職人前 出入P3實驗室 就在這棟中心出廊 七十一天 這棟大樓停班一天 其中有六十六的人 透明去方送去 集中減育所來隔離 工廠還有三百二十八人員 來做助養健康感觸 隔壁黨的生物 以學研究所雖然說是正常上班 不過有實驗室來出現 稍微的個案 完工都特別微笑 高危險性的實驗 所以被咬到可能會比較意外一點 那一般跟實驗有關的實驗安全啊 然後意外災害的處置 也都在 也都是我們每年都有必須要上的 採檢車停在學室 多重心的大堂 再起十點 北市的衛生局派出兩台採檢車 來讓完工跟里面做採檢 如果你們有不舒服的症狀 就直接去醫院 如果他是在自身健康監測 然後擔心 那就可以到我們的這個篩檢車來篩檢 生物實驗室 可以分成一九四的安全採檢 P3的研究就是 像這個新冠病毒SARS 這些會對人類造型比較嚴重 還是說減在地面的病毒 人員他們在P3的實驗室 都要來穿鳳凰衣 他們穿要藏 也都有這個標準的SOP 有工藤人員表示說 在這裡處置都有生物觀空的便室 而且食鹽人員 也就要面對這種關 還不一樣做環境 中間他們也會來檢討 檢視食鹽室的管理 因為我們的公共頂層的鑑停開放 對外的實體會議 外黨也都會停止 還是說改造選項來舉行 記者總和報道